好 請記得帶您來關心的是 半導體也有傳出漲價聲 而且是第二度漲價 第二度漲價的原因就是因為 全球車用晶片大缺貨 而且缺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已經不是廠商和廠商之間的問題 現在是國與國的關係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現在已經是政府出面 來拜託我們台積電 可不可以給他們晶片 包括德國 德國的經濟部 自己經濟部長 自己寫信給我們政府說 拜託咧 車用晶片 可不可以播給我們 不只是德國 美國之前也是 日本也是 所以全世界現在 台積電的車用晶片 已經變成是我們國家的戰略物資 跟去年的口罩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今年是用口罩做外交 今年要用車用晶片做外交 對 晶片的話 目前的話還是供不應求 聯電跟世界限制 要在農曆年過後的話 還要再漲15% 尤其12吋的部分的話 還要延期一個月 其中聽說這個車用的晶片的話 可能要一年短缺的一個情況出外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德國的經濟部長 趕快寫信給台灣的當局 就說拜託 拜託 我們現在車子 已經都沒辦法生產了 趕快救我們 不然的話我們的經濟會崩潰 而且我們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 好 所以去年是我們送口罩 給人家說台灣Can help 今年開始我們就給他晶片 給他車用晶片 然後晶片盒子上面寫 對 然後像美國的話 也趕快一些廠商的話 跑去找駐美代表小美姐說 拜託 拜託 趕快給我們通用福特 還有克萊斯的晶片 不要短缺 不要短缺 不然他們要放福星架 對 那福斯還有所謂的三菱的話 也去拜託總統府執政林信義說 拜託 拜託 趕快請台積電 給我們車用晶片 不然的話我們已經沒辦法生產 所以現在車用的晶片 短缺情況的話 真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但是文塞 我講不通的是 車用晶片 其他半導體公司 其他晶圓代工廠沒有辦法做嗎 它高難度嗎 對 它剛好有它的一個環境的行程 第一個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在2019年的時候 整個汽車它是衰退8.1 到了2020年的上半年 因為那時候疫情的關係 衰退27.7 所以因為當時的車是很不好 很不好的情況之下 所有零件廠商不敢去下單 因為衰退賣不出去 庫存一大堆 所以原則它就不敢去下單 等到它覺得說 經濟開始回溫了 我要看你下單了 發現去詢問的結果 結果這個產能都被手機 還有電腦的話全部塞滿了 它就沒有訂單了 但是我們可以拜託走後路 但是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因為有車用的晶片不一樣是 你看車用晶片這麼複雜 至少40樣以上 而且有可能到150樣 所以晶片太複雜了 而且重點來了 就是說我要設計這個晶片 我現在在做手機 我現在是在做比機器電腦 我現在准要測用的話 原則上我調整的這個流程 要三到四個月的時間 我不是說你叫我做好 那我現在手機放著 比機器電腦放著 我趕快來做測用 不行 它要三到四個月的一個調整期 要去做這個東西 那因為手機15億支 但是車子8000萬輛 它是少量 少量 但是它40樣或是150樣 所以它是多樣 多樣 少量 所以變成做的話就非常困難 那現在重點就是說 那你自己本身 問題是你沒有這個車用晶片 也就是這是汽車的心臟 你沒有心臟 都會痛去 所以你不要看車用晶片 雖然對半導體廠而言 它是多樣而少量 但對汽車公司而言 那一片晶片沒有 它就沒辦法訂單 它就沒辦法選上了 所以我們看到Audi已經有新價了 對 現在的話 大概整個汽車 它的停產的話有450萬輛 現在已經450萬輛 那車用晶片 再繼續這樣短缺下去 會越來越多 那有些人就說 你自己找你們歐洲的國家 你這個賓士服飾的話 你去找你們英飛林 但是整個歐洲 它的晶片的生產量 佔全球只有10% 那大陸你看 大陸中國汽車 它生產是30% 所有汽車它來生產 但重點來了 它的晶片 車用的晶片自舉率只有4.5% 90%靠進口 它還是要去找台積電 找聯電 找世界先進 找三星 它還是要找這些廠商做 所以原則上 中國也來搶 歐洲也來搶 大家一起搶 搶到的結果的話 是車用晶片的話 到目前為止還是非常短缺 所以已經影響到什麼 國與國 用國與國的方式說 拜託 為了國民外交 為了外交關係的話 你趕快給我晶片 修好友好的關係 台積電的時候會優先 會優先排在製程裡 那我們回來看 所以半導體一直在漲價 因為真的很缺 除了代工在漲之外 現在其實漲價了很多 對 就是因為車用的關係 所以漲價是漲什麼 記憶體 因為我剛才講過 現在整個車子人工智慧 還有邊緣運算的話 對低潤的需求的話就很強 你看低潤的價格 這段時間的話是跳躍式的上漲 漲了20% 所以原則上的話 在去年 立即行的低潤漲了20% 第四季 今年第一季還會再漲15% 而且現在現貨價跟合約價差48% 所以未來合約價上漲的空間 非常大 所以整個低潤目前的情況的話 是立即行的低落非常強 而且你想想看 一台車子在2018年 用了半導體的產值是580塊 現在是2022年預估的話是1760塊 是三四倍的成長 所以對於記憶體 當然對立即行的記憶體的需求量 就會比較大 所以相關族群目前的試況的話 也非常好 還有一個東西的話需求人講 就是你看 一個車子的話 就是要有車燈 這個所謂的鏡頭 車燈 這個的鏡頭的話 一個EDAS 以前18顆 聽說這一兩年已經增加到20顆以上 如果是環景360度的話 那需要的車燈的話會更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所謂的車用的CIS這個鏡頭 它的成長力的話是很高的 所以是因為汽車的需求 對鏡頭的需求 所以它的成長力是非常高 所以現在CMOS的話 三星一漲是漲多少 不是18 不是20% 40%的上漲 所以現在CMOS的話 CIS的上漲幅度的話 也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怎麼懸股呢 那因為現在正在整理的階段 所以我們懸股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比較少 我們大概就是聯電 因為聯電漲15% 而且現在真的是非常的缺乏 而且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一家公司有時候會考慮到 它的一個折舊 那折舊的話你看 2020年是490億 2022年是395億 這代表什麼 少了100億 少了100億的話 等於我增加0.8元的一個獲利 我本來可能賺2塊2 我就變3塊 我本來2塊4 我就變3塊2 所以2022年可能獲利的話 就估計有3塊2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說 目前整個盤市 比較不穩定的情況之下的話 或許這類型股票 退殼手進隔工 比較穩定一點 好 穩在我們看到 在今天零點還是再創新高 雖然留下了一個十字線 但在今天公高來到58.6 再創新高 但是晶圓代工漲價 對IC設計就不利 對 因為他等於要把這個成本 要墊高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今天 像天域 很多情證很標的IC設計股 包括小愛同學 都跌了 對 所以 但是我覺得IC設計的話 我個人認為對聯發科的話 我還是有信心 因為我覺得聯發科的話 它的ASP的話是在上漲 也就是說 它能夠 因為5G的價格 還是比世界價格高 它5G的比重越來越多 所以它ASP上升的話 就比較沒有收到 那你小標股怎麼辦呢 像天域 艾普 這種前一陣子很標的怎麼辦 我覺得這類型股票的話 可能要比較所謂的設停損 因為他們這個本益比的話 這段時間真的是拉得太高了 所以原則上 還是要設所謂的停損點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種股票要跑的時候 我是覺得 如果到某一個價位 設一個停損點的話 比如說10% 15%的話 一定要跑 好 所以 漲多的IC設計 因為有可能 晶圓代工的轉價 會墊高它的成本 所以反而 在基短線上漲多的 趕快跑了 好 直接帶您來關心的是 航運股 現在傳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聞是 又有750個貨櫃落海 為什麼是又呢 因為最近常常落海 你知道那個櫃啊 落到海底 這落是落 過了百元 那裡頭都是貨啊 想不到 又落了750個 專家就說 真正的原因就是什麼呢 運價漲太多了 貨運公司要一直搏眼球 所以要很多的表演 所以他現在跳海給你看 而且不跳一個 他直接跳750個 上次跳太少 70個你嫌太少 我跳750個給你看 你要不要好好的來報導一下 實際上確實 日本有一次落海 1816個 大家覺得單一事件 那一次 虧損是5000萬美金 很驚人 很驚人 所以 他那個落海的畫面 真的很驚悚 很驚悚 而且 好像積木崩起來 對 就是你沒有落的 其實在船上 他整個是崩塌的 整個是崩塌的 所以這絕對不是個案 也不是單一事件 當然你現在整個船 載了這麼多的貨櫃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現在 整個運價都暴漲 我在除了這個影片之外 你看到有沒有 上面那個整個都塌掉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照片更有意思 來 我們來看這個照片 我們先導播Q近一點 你看 這好像積木有沒有 整個崩塌這樣 這個叫做落海 對 整個貪塌 貨櫃落海就是這個景象 所以剛剛陳妍談到 馬世金790個 對 然後 去年12月底 日本的貨櫃船 1816個貨櫃落海 那 去年底 最後一天 我們長榮也有 40個 40個集裝箱落海 1月以色列 在今年1月以色列 也有76個集裝箱落海 那1月22號 馬世基 埃森號 750個貨櫃落海 所以很多人在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最近常常在落海 對 當然有人說天氣什麼 我先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其實我們可能就知道答案 我們來看這支影片很精彩 為什麼 因為一個大船 他為了去載這個汽車 那這個船裡面 總共他要載5000輛車 那為了載這個5000輛車 他們拚了命 把這些車子塞上車 塞上車 你就注意看 車跟車之間的空隙 既然只有10公分 而且因為只要你船 一停一靠岸開始算錢 所以他要用最快的速度 把這些車子全部開上去 那你空間不能大一點嗎 你需要開這麼快嗎 重點就是我一艘船 我要載那麼多車嗎 沒辦法 大家現在在搶商機 所以阿光我要解釋的是什麼 現在貨櫃的運 對 你看擠成這樣 而且連走道 通道 它全部都塞滿車子 為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貨櫃的價格這麼好 以前3000塊 現在是13000 我為什麼不多載一點 然後13000 我跑一趟是13000 我跑五趟也是13000 那我當然一趟把它跑完最好 所以全部的貨都塞在船上 聽說都滿載 你這樣算還客氣的 你跑一趟13000 跑五趟13000 不是 他現在是跑一趟是 13000乘以10乘100乘1000 因為以前我只載 我這個貨櫃 我一艘超大型的貨櫃 可以載多少 21000個以上 那我就盡量塞 盡量塞 能加 盡量加 對船公司而言 當然是跑一趟舵舵舵 所以他一定會想辦法超載 對不對 那不只是超載 一定要開得很快 因為要讓它周轉綠邊高 翻桌綠邊高 我開快一點 趕快到港口卸貨 趕快回來再載 所以速度快 又超載 船那麼大 載那麼多貨 一碰到風浪就完了 就吊汗了 原因就是這樣 而且很妙的事情 超大貨櫃船還不夠用 所以中原海運 它旗下的東方海外 你知道它去年訂了幾艘 這種超大型的貨櫃船 7艘 然後3月已經訂了5艘了 你看一整年12艘 大家在拚什麼 好 問題是 你訂了再拿到船 是不是要時間 所以它去年 這一艘叫恆星號 這一艘船有多大 400米 4個足球場大 既然像下餃子一樣 從坐好這台直接就 直接就入海 我們不要講下海 用入海的 大家就說這根本下餃子 更誇張的事情是什麼 他從靠港 然後下這個貨櫃 4000多個貨櫃 再到領港 總共17個小時 這樣很快嗎 很快 很誇張 基本上那個檢查的過程 都是一群人同一時間 把所有的事情一條龍 直接一線就把它做完 大家在拚什麼 拚時間 拚商機 拚舟轉率嗎 拚舟轉率 現在這個好賺 黑棟的一直 現在來一直拐 一直拐 叫他買又買 現在就是在拚這件事情 但我們要知道 其實這個廠商 也開始在想辦法 因為你的貨櫃不夠 船價又這麼貴 就是有錢也不一定訂得到 沒錯 所以現在 譬如說我載紙槍的 我也來載貨櫃 像我們自己的 塑化的 你這個塑膠粒 本來塑膠粒也是要靠貨櫃 他現在找散裝 然後甚至他找這種只能 剛才我們講超大的對不對 他找這種只能載2000多個 的小型商船來載貨櫃 所以現在大家想辦法 所以也讓散裝航運的報價 大漲一個月 漲了30幾% 我們來看 這是史上最瘋狂的海運運價上漲 台灣到各地的航線 平均是漲了2.95倍 漲最凶最厲害的是 澳洲航線漲了8.9倍 亞洲航線漲了6.5倍 歐洲航線漲了5.16倍 就是在海運的部分 運價一路的往上飆漲 光光這兩個月 全球運價積拉了將近一倍 一年內漲了2倍 那現在就像剛剛陳妍所說的 那我真的訂不到櫃 我沒辦法 我就要找散裝來裝 所以應急的PEPPO 就是找散裝來運 連BDI都漲了 散裝的運價也漲了 一個月漲36% 好 這是外溢效應 對 沒錯 所以我回來看 請陳妍帶我們來看 那航運股呢 這個時候航運股 會不會再漲一波 其實當然基本上 今天我們看到帶頭衝的 就是散裝航運 像四微航這些 因為現在已經有外溢效應了 對 有外溢效應 可是我們去看財報 其實現在看不出任何的東西 因為它基本上都還在虧損 這個外溢的效果 像四微航 你看到第三季都還虧損 所以如果真的外溢效應來 可能要等到第一季或第二季 才能轉 那長榮和陽明 長榮 陽明 其實我們之前在節目 我特別談 你要 我們看一下長榮好了 然後下面幫我叫 這個外資的買賣槽出來 實際上你一定要等到 它回應到基本面的買點 那這一波我們時間 稍微再幫我 再拉這個更長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 它大概從這個11塊 再更長一點 11塊 大概10塊 11塊附近 對不對 到這個高點 轉到46塊 所以你看一半的位置 大概在30塊附近 這個時候才其實回檔夠深 我們就看到外資才願意回來 所以基本上 所以今天外資是賣的 對 沒關係 短線它一定要再整理一下 外資才會再不斷的再來 因為畢竟這個缺櫃 還有50萬個貨櫃 還缺50萬個 還缺50萬個 這個還沒有解決的 船也都還沒有 我們剛才講訂了船 船都還沒有 剛才那個下餃子那個 後面還有餃子很多要下 那這些怎麼辦 這是一個機會 那我們看 那你說這個 漲多了 壓回 散戶很亂 不敢買 散裝航運還沒有賺錢 不敢買 怎麼辦 我們看一支股票在抬簧 它基本上它就是 從這個報官到這個城南 運送一條龍的服務 到今年預計 可以賺多少錢 五塊錢 民收12月都創新高 年增率都高達80% 他自己也有投資 我們剛才講的什麼 長榮 陽明 承南這些 黑衣公司嗎 對 那今年可能 成長28的情況下 這個很強